2023年8月15号 A股今天冲高回落 临近中午故意下跌 最用词临近中午故意下跌 接下来A股怎么走 这里先说结论 A股下午尾盘应该会有回升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验证一下对还是不对 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A股今天下跌 跟汇率是有密切关系的 今天人民币汇率最高的时候 贬到了7块3毛1 前期的贬值的高点已经干过去了 那么上一次贬值的7块3毛7 马上就要达到7块3毛7 那么人民币汇率贬值 不光是人民币 包括日元和韩元也在贬值 因为美元非常强势 因为当美元非常强势的时候 其他国家的货币在贬值 美元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 美元能够买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它的通胀 自然而然就会下降 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 付出的代价就是 要支付高额的利息 所以说美元一直强势 人民币弱势贬值 那是股市就对Ida 因为只要一贬值 那我们看到本项资金就开始疯狂卖出 本项资金这一上午就跑了83个亿 而一上午啊 上一次 上一次一天跑了189个亿就破了记录 结果人家一上午就跑了83.99亿 相当于跑了84个亿 北项资金疯狂卖出 北项资金疯狂卖出的一个直接触发因素呢 还有一个 就是央妈今天开展了410亿元的一年期 MLF操作 利率下调15个基点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MLF是什么意思 MLF叫中期借贷便利 所谓的中期借贷便利 就是以央妈给你钱 但是利息降低了 中标利率从2.65 然后呢到了2.5 所以说下调了15个基点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央妈呢这样放水 央妈只要一放水 美元又强势 那自然而然就贬值 你放水了 或者是你降息了 大家知道你只要一降息 或者说是利息下跌 那你就相当于钱越来越多了 那钱就会贬值 所以说今天的贬值跟这个4000亿的中期借贷便利 放水跟利率又下跌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你可能说 那我要是天天放水 天天放水不好吗 天天放水 天天放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贬值 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假如无限制的放水 无限制的印钞 那就变成美女扎了 所以说呢 它是一把双刃键 支持了一下经济 但是汇率就贬值 汇率贬值呢 北上资金就出淘 所以说呢 这个 羊妈今天放水了 然后呢 我们A股最近因为持续的低迷 持续的低迷呢 成交量 早上的成交量 你看 早上的成交量 跟昨天相比 跟昨天上午相比 下跌了10% 也就是今天的成交量 很有可能会跌过7000亿 会回到前期这个平台的这个成交量 就是说 活跃了一下市场 活跃了一下市场 过市场过之后呢 大家都认为要往上活跃市场 因为说了要让股民 机民挣到钱 然后消费嘛 结果呢 是往下活跃 没有往上活跃 是往下活跃 往下活跃市场了 是往下来挺活跃的 每天跌的都挺开心的 然后呢 在昨天的时候 上交所发布了 最新的数据显示 这是接着到昨天的数据 目前A股有2.3亿的股票账户 其中活跃账户 数量为5600万 占比24.7% 这其中有一些是机构账户 散户的活跃账户说只有15.5% 这意味着 历史上开通股票账户的投资者 有八成以上都不活跃了 看到没有 就是说 就不是说要活跃市场吧 所以说昨天上交所发布了 最新的数据 A股总共有2.3亿的股票账户 然后呢 其中活跃账户只有5600万 可能很多人对5600万没有概念 2018年的时候 在2018年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股市也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那个时候活跃账户大概就在5000万左右 就在5000万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的走势跟2018年有一拼了 那么占比24% 那么其中的散户的活跃账户只有15.5% 这意味着这意味着历史上开通股票账户的投资者 有八成以上都不活跃了 就是说在历史上 十个人 真的是十个人 你看十个人炒股 一个人赚钱 两个人保本 两个人保本 七个人亏损 那么你看 七个人亏损的肯定不炒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不赚不亏的 可能也不炒了 就剩下两个 一个是赚钱的 还有一个就是保本的 那钱多少钱谁赚了 多少机构 大股东减辞正走了 随便收了点印花水 随着A股就是这么艰难 八成以上股民都不活跃了 非常非常非常难过 闻着伤心 听着流泪 那么A股呢 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呢 我们要看分支图 你看 这个分支图你看 分支图今天是早不下跌晚不下跌 看到没有 早不下跌晚不下跌 偏偏中午下跌 只要中午下跌 然后下午又不跌了的话 那么它就有可能是假跌 因为今天这个下跌非常特殊 就是零印中午下跌 非要零印中午下跌 看到没有 这个毕竟是在低点 低点位置 零印中午下跌 很有可能是在洗盘 很有可能是在洗盘 只是大家呢 现在没有信心 你说要么放了4000亿的水出来 又给你降临力气了 钱有的是 主要就是没有信心 为什么没有信心呢 有一句话讲的特别好 他说当时代的每一粒尘埃 记住啊 当时代的每一粒尘埃 落到我们普通人的肩膀之上 就像大山一样沉重 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好 因为对于时代来讲 那就是一粒小小的尘埃 比如说2020年开始有口罩过之后 我们国家的经济呢 开始低速增长 开始缓慢的低速增长 那么缓慢的低速增长过之后 你们发现各种问题都暴露了 不是说缺钱 是缺的信心 银行到处都是钱 也没贷款了 所以说呢 叫做时代的尘埃 时代的每一粒尘埃 落到我们普通的人身上 真的是像大山一样沉重 而在大山一样沉重的时候 既然还有专家 对吧 既然还有专家 既然还有专家说 既然专家 这个人一定要记住 这个叫采访 现在最紧迫的目标 是刺激居民消费 把钱发到居民腰包里 他要刺激居民消费 这里呢就要讲 这个最近流传的一个段子 就上面认为 我们老板人还有钱 我们认为 上面还有招 他说要刺激居民消费 我要有钱 还需要你刺激吗 我这个房子跌了 股票虚的血亏 股票血亏 这个房子也跌了 这个现在可能搞不好 还有失业的风险 你让我刺激消费 我得有钱消费啊 让你这样 应发税也没有降 然后呢 这个房贷利率呢 也没有下降 就天天想着 要我刺激消费 关键我没钱 我怎么消费啊 你再玩股市 咔咔几个大洋线上来 我能挣点钱 我也可以消费啊 关键是 我没钱你怎么刺激嘛 没钱你怎么刺激啊 刺激不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专家的话 专家的话是 最不可信的 但是呢 也在这个不和谐的声音当中呢 还有一个和谐的声音就是 七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同比至上3.7% 文明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就你会发现了 这个经济有没有复苏呢 复苏了 经济是复苏了的 我们国家今年 锂电池啊 光伏啊 新的元气车 出货量还是大增的 但是呢就是复苏的就一点点 增长的不多 增长的比较缓慢 非常非常缓慢 就给你上个月工资是100块 这个月给你涨了一块钱 难道没涨工资吗 涨了就涨了一块钱 就是这种感觉 不明显 所以说呢 A股呢 你也不要太过于悲观 毕竟看经济 它也是在增长的了 我们国家GDP5%的增长 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 人家老美GDP 百分之大百分之大 天天高兴的花天洗衣地的 说我们这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对吧 所以说A股呢 走到这一步了 不用过于恐慌 这个一步千万不要再 这个妄自菲薄了 我们A股已经非常低了 去年大跌 今年再大跌 还搞什么搞 然后呢 今天呢 券商百分块盘中冲高一下 我们券商 趁着盘中冲高的时候呢 减超了 我们昨天呢 我们昨天券商买了两成汤 今天券商 马上冲高的时候呢 我们跑了一成 还剩下一成 还剩下一成券商 一成券商就看一看吧 咱们呢 我们就跑 接着呢 我们到一成再补 只是可惜呢 我们手中的人工智能 我们手中的人工智能 也就是这个CPU概念 在昨天晚上 美股大场的情况之下 我们A股的CPU也是高开了 高开冲高了一下 但冲高过之后 就跳水了 我们早上没有卖 早上我们持有的这个CPU啊 早上最高冲了三个多点 结果呢 到了零一中午 就在零点几个点了 今天这笔没操作好 总的来讲呢 A股还是比较艰难的 但是在叠了这么多的时候 简单老师一定是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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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坚定看多的那个人 假如说你没有信息了 可以过来听听直播 你打打气 每天早上9点15到4点半 下午1点到3点晚上 8点钟都有直播 就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